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现阿美正痛苦地捂着肚子 小白吓了一跳 连忙跑上前 而此时的阿美已经陷入昏迷 情急之下 小白将她带到了医院 她打烂着四周 医院里阴森森的一个人也没有 她很不安 这时 门边传来了护士的声音 她小心地扶起阿美 没想到 阿美又再次晕了过去 看着虚弱的阿美 小白心急如焚 经过诊治 医生告诉她 阿美情况很危急 得尽快手术 可两人是出来旅游的 小白的父母肯定赶不过来 无奈 医生接着说 最头疼的是 阿美是西游血型 因为血库的储备根本不足 听到这句话 小白激动地说 自己与阿美是同意血型 可以用自己的血 听到这儿 医生竟异常地兴奋起来 随后 小白给阿美的父母打了电话 并说明了情况 刚挂电话 她突然听到护士们在谈论医生 说这个病人其实根本不需要手术 医生有点太沉迷手术了 怪不得 王上对她有这么多争议 小白听后更慌了 她连忙上网查看 没想到 王上对这个医生真是颇有争议 有人说她医术很好 也有人说她会乱切个人 小白突然背后一阵发凉 而此时 护士长突然出现 她不停地催促小白 赶紧去手术室 没办法 她只好跟着来到手术室 当看到奄奄一息的阿美 她心又软了 她在阿美隔壁躺下 一边输血 一边仔细听着阿美的状况 手术没多久 阿美那边就乱了套 小白听得心惊胆战 她想起身 却又被护士长按住 不一会儿 医生满神是血地走了出来 这让小白更慌了 她哭着请求医生救救阿美 医生说 能救 但是需要你的一点内脏 她安抚小白 肝脏的再生能力很强 取一点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没等小白缓过神 她又被护士们按住 他们一边给她打了麻醉 一边说着 这都是为了朋友阿 不知过了多久 小白迷迷糊糊中进来 此时的手术仍在继续 她的肚子被抛开 身旁不断传来手术刀切割的声音 而已经魔症的医生 居然把小白整个内脏都拿了出来 她想呼喊救命 可小白根本喊不出来 就这样 手术台上的小白愤恨地闭上了双眼 然而 她并不知道的是 阿梅在手术成功后 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 原来 这一切都是个局 她买同医生一起联手设计小白 一个为了一命换命 一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想想 就让人毛骨悚然 果然 搭讪有风险 脚有虚谨慎啊 好了 小水母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AKB恐怖夜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